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个系列我会用最直接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欣赏艺术的捷径和有趣话题 这第一期咱们先讲讲印象派绘画 其实印象派发展壮大也就100多年前 现在的博物馆美术馆私人收藏拍卖会 也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了解印象派不光能提高自己的姿势水平 遇到朋友也是一笔不错的谈资 这期视频的最低目标是 包宁下次离画几米外不看小牌子就能正确说出 那幅画是谁画的 能以最快的速度来捋一捋荷莱印象派 就像东西罗马帝国的分立造成了 同时期哥特拜占庭风格的各自生长 路德的宗教改革后 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北部国家 将肖像和风景画推向了极致 那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 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人们开始喜欢更贴近生活的艺术题材 那绘画也从客户给画家 佣金这种点菜式的商业模式 彻底转为了画家把画拿到画廊出售 只要画作卖得动 画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印象派的兴起也离不开两大催化剂 首先就是摄影术的发展 我们要知道从文艺复兴开始 肖像就是绘画的主要题材之一 摄影术的出现让肖像画不再吃香 第二就是日本服饰会的流行 日本服饰会其实就是一种木板刻画 它不被当时19世纪日本主流收藏界所待见 却因为日欧贸易作为压在货物上的工具去了欧洲 阴差阳错的被印象派画家首先发现并追捧 以后我会专门用一期讲这个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讲干货 首先是注重光线和色彩印象派前期的画家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爱德华马奈 马奈作为从现实主义到印象派成前起后的关键人物 他早期的话能看出有些许现实主义的影子 后期通过和他印象派同僚的切磋交流 我们所熟悉的传统印象派风格展露无遗 由于马奈作品的题材涉猎非常广 肖像街景餐厅战争赛马他样样都画 所以判断马奈作品一个更靠谱的办法是 看这幅印象派作品是不是有些许现实主义的影子 如果一幅写实的话很有冲击力 而且外带明显的黑色元素 那十有八九就是马奈所画 接着就是印象派代表人物克劳德·莫奈 莫奈的话在印象派中是相对好认的 他所画的题材有一共同点 就是转瞬即逝 无论是日出 倒影 火车 都能让我们感到瞬间即逝永恒 下一位是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他擅长画光线明快色彩艳丽的女性肖像题材 无论是一个 两个 很多个 他都能画得非常出色 如果画面中只有一两位女性脸蛋红扑扑 或者是画面中有非常多的人 但背景那几位连五官都看不清 潦草带过 那就是雷诺阿不会错了 印象派前期我要讲的最后一位是 埃德加 德加 他擅长用局部这一奇特角度 描绘各种芭蕾舞女的题材 很多就像是苏命过的一样 同时他也画赛马 也是印象派中唯一一位会雕塑的画家 接着我要讲的是后印象派的几位画家 他们和之前几位的主要区别是 把主观感受放在首位 而把色彩光线放在次要 首先要讲的就是保罗赛商 赛商的一生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在南法普罗旺斯地区端言秩序和平衡 从题材上他画了很多类似的风景 也画了人物近物 从绘画风格上 他致力于和印象派前期的画家有所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画明亮的图案却不失整洁 层次分明笔触规整 下一位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乔治修拉 在他短短的32年的人生 他开创了点彩派 他把印象派绘画简化到没有轮廓 可远观不可卸完 下面这位是最受人们欢迎 最有名的文森特梵高 梵高的作品其实很好认 画面上我们就能看出形变和扭曲 这其实是因为他追求自己的主观感受 不能失去强度和热情 最后一位我要说的就是保罗高庚 他为了追求适合自己的简单 浑然天成 去了在我们现在看来最适合蜜月的度假顺地大西地 在那里画了很多以部落土著为主题的绘画 非常好认 我们可以看到后印象派这几位 风格都自成一派 也就是为什么从他们的绘画风格分散出去 发展了之后的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和野兽派 听了以上这八位印象派后印象派画家风格的归纳后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pop quiz 我给你们一幅画 你们告诉我 这应该是哪位画的 首先是低难度题 然后是中难度题 高难度题就不是我这一个视频能搞定的了 大家自己去研究吧 这里顺带提一下 为什么美国的博物馆美术馆有这么多的印象派画作 我们不用去巴黎的奥赛局员也能看到很多传世的名画 这里其实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不差钱 我们要知道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他们成名基本是有一个延迟 而他们成名的时候也就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 美国人民有钱了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印象派这一绘画类别 一个原因就是巴黎是19世纪欧洲的艺术中心 就像佛罗伦萨置于15世纪 罗马置于17世纪 巴黎是19世纪欧洲乃至世界的艺术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耳熟能详的美国作家 无论是海明威还是费兹杰拉德 他们作为失落的一代或多或少都影响了那一代美国人民 而且在1876年费城举办了当时的一届世博会 有四分之一美国人口去费城参观了那届世博会 接触了大量的欧洲事物 自然包括了欧洲的艺术 其中有一部分人之后就带着钱去欧洲大司采购了 其实看画就像是看书 不同的人生时期看同一本书 同一幅画都会或多或少有不一样的理解 就像我17岁第一次去大都会 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参观 当时让我在不是很发达的中文谷歌搜索上 找到了大都会必看的名画之一 是德家的芭蕾舞女 就让我在硕大的大都会 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 后来的时间间 我又看了很多的话 去了很多博物馆 感叹自己当时真的突样 印象派何止德家 大都会又何止印象派呢 希望这个视频对爱好艺术的你有些许帮助 欢迎评论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想关更多有关艺术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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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